媽祖駕到 來鬼 鬼 好了 來鬼 家庭時體開場 我們新聞網友主持人 簡志豪 拜 祈求我們媽祖娘娘來 保備我們風調雨孫收視長紅 我們的疫情退散天降 甘霖一拜 一拜 再拜 再拜 完拜 請起司 好 完畔 那你這裡專業啦 我們做廟公啊 對啊 那個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小弟去年就接了 臺北申請天后宮的秘書長 真的 我是真正的廟公 哎呦 認證鬼 認證鬼 很順喔 好順喔 嚇到我 不是在亂喊就對了 這幾天呢 你有跟上流行嗎 這幾天非常流行是什麼 跟著天后一塊來去初巡 像我手中呢 這個就是拱天宮媽祖的這個 這叫什麼啊 白沙屯媽祖 白沙屯媽祖的平安福 對 這是我去年去採訪的時候 對 然後就是很榮幸可以獲得到這個這樣子 那因為去年我跟你講去年真的是有點辛苦 因為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所以就是整個延到六月才辦 我當時真的是很熱 但是在現場呢 我看到真的是大家滿滿的溫暖 即便天氣這麼熱的情況之下呢 大家還是跟著媽祖一塊來去初巡這樣子 那今年狀況怎麼樣呢 沒有錯 其實人家說 三個小媽祖 是 為什麼說三個小媽祖呢 因為三月份開始農曆三月二三號 就是林莫娘的生日 那今年的國立是在五月四號 但是其實媽祖誕辰的這個遶境不是當天 大部分都是在他生日之前 生日之前 所以就發現 哇 怎麼到處都在媽祖遶境 對對對 當然因為最一開始 我們拉出序幕的是四月九號的大甲媽 那之後的十一號白沙屯媽 粉紅超寶氣家囉 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媽祖遶境 應該堪稱叫什麼 堪稱是臺灣地表最大人流運動 臺灣而言 臺灣臺灣 可是的確也被世界給認證 我們的世界三大宗教聖典之一 就在這邊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媽祖遶境 那跟那個你去耶路撒冷朝聖 一樣的宗教盛世 而且其實這個媽祖遶境 也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我們老祖宗 累積下來的這種非常特殊的 風土民情也好 宗教聖典也好 民俗傳統文化也好 所以說呢 每次只要到遶境旗 我跟你講萬人空巷 只要說哇 媽祖遶境 媽祖來啊 跟你講 整個 整個頭全部 全部都出動 以前一些小小的村莊 對 漁村啊 或是小小的一個鄉下啦 你看 當天的擠上多少人 而且我覺得從我以前小時候到現在 只要是媽祖出群的話 聽到很多是有關於神機的故事 我都很好奇 這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今天要請齊悅哥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對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先講 今天我們當然白沙屯媽祖的粉紅超寶 開始一啟動之後 當然因為前面大甲已經掀起一波熱潮 然後白沙屯又再跟上 而且白沙屯跟人家不一樣是什麼 他非常有個性 什麼意思 他路線完全不固定 他真的 他想去哪在哪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遶境途性 而且你要知道他在哪 你想要追星 你想要追媽祖 請各位呢 上他的APP 上他的GPS定位 因為他的 行蹤飄忽不定 等一下 到底是媽祖想走 還是那個教夫 其實那個媽祖 我去問過的教夫 他們這個媽祖在走的時候 因為其實那白沙屯媽 他的那個粉紅超寶 是有玄機的 什麼樣玄機 因為他行蹤飄不定 所以他是藤邊的 他是足置的 輕量化 輕量化 所以他粉紅超寶 因為他在走的時候 會一直上下晃動 他是透過他的晃動神機 來跟教夫 指示說他要往前 他要往左 他要往右 他要環逃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你不知道 他下一步要去哪裡 他有可能走到這邊就撩虧 他突然在禪中就休息 所以說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哪裡 所以說就像 他有時候還會倒退路 像他走走走走 走到台中這個大渡區公所 大渡區公所很開心 迎來了這個 當然天后來了 天后來 對這個 整個白沙屯粉紅超跑的停下來的 區長很開心 區長真的在那邊非常虔誠的 率領整個區公所 那個白 新白的區長 他全部的 大概現在區公所 大家都在迎接 迎接完之後 好不然他要起駕了 好 起駕之後 他就走了 走了之後 就想說 他應該已經送出去 沒有 他居然還逃 倒退路 還逃回來 又再回到整個大渡區公所 而且就直接到那邊停駕休息 就直接休息 就直接那邊就住駕了 他能夠迎接到粉紅超跑 白沙屯媽祖的 能夠到他們那邊去 他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殊勝 哇 他們覺得非常開心 他真的就 哎 你說說 奇怪 怎麼明明不是已經來了 對啊 然後他已經滑出去了 滑出去了 結果他又想一想 哎呀 可能是 體育大家走累了 回來這邊區公所 大家休息一下 那也有可能說 覺得這個區公所 這邊大渡區 民眾呢 就是對他 非常的歡迎 非常的虔誠 所以呢 就是住駕在這大渡區公所 來赤福給整個大渡區的 這些民眾 還是媽祖想要來區公所 辦一些事情 第二次再還逃 他其實呢 這種都會發生過 就是他可能去了 去而復回 真的哦 甚至呢 有些地方是呢 他經常會去 但是到底他會不會去 對 也不知道 對 就像是有一個國小呢 他們就很期待 是能夠媽祖能夠來 其實他曾經去過 他幾年前進到哪裡 進到了這個追分國小 進到國小裡面 還跑上了司令台 好酷哦 那結果這一次呢 一樣 我們就是他到了這個 追分國小的時候 當時大渡區說呢 到底這個媽祖 會不會進到追分國小 結果呢 哎呦 他真的呢 就進去了 而且進去的時間 剛好小朋友下課 時間差這麼對 10點10分 因為呢 剛好10點那個下課 有20分鐘 對 10點到10點24 追分國小的下課時間 那是一個上午的常下課 結果呢 媽 本來他就是媽祖的粉紅超跑 他進來之後 直接呢 哇 大家小朋友看到超開始 全部小朋友衝到超廠出來 然後就 跪在超廠上面呢 就是讓媽祖的那個粉紅超跑 軟架呢 能夠經過每個小朋友 幫每個小朋友加持 幫他們鼓勵 因為呢 就是其實媽祖 他非常喜歡小孩子 很疼 所以說真的很疼小孩 所以他到 這追分國小的時候 整個校園 整個算是轟動 而且長大 這些小朋友 那邊大喊 是媽祖婆 我愛你 哇 這就是非常開心 今天這些小朋友 如果今天成績 搞不好 回家也不會被爸媽打 因為已經被弄過 嚇死了 因為最近小朋友要斷考 哈哈哈哈 集中考了 所以說呢 小朋友要好好念書 好不好 那真的非常的幸運 因為在整個就是很少有就是 對啊 他會進到這個校園 真的是追分國小 真的是得天獨厚 而且他進去六次了 獨厚 對呀 六次獨厚這個國小 六次 所以真的人家說 這個國小的小朋友 都是媽祖婆的孩子 那其實呢 不是只有小朋友 喜歡拜媽祖 對 很多大人公司行號 那更愛 也都希望就是 這個粉紅操跑的 白茶樂媽祖的 能夠到他們的公司 到他們的家裡面 到他們的機構 機關來停留一下 好 縱使不能停留一下 哪怕只從門口經過 也很開心 高興死了 對 那就是像這個 有一個知名的大品牌 福茂公司 做油的 他們家做非常非常多 有什麼沙拉油什麼的 他們呢 真的就是從老闆 到員工全部呢 就在公司門口呢 迎接就是粉紅操跑的經過 到底會不會經過 不知道 反正就是等 就接 有可能會來 有可能不來 不來的話 至少一個誠心的拜拜 誠心的祈求 真的來的話呢 好聞到 結果真的哦 就好聞哦 渡到他整個經過 他經過之後 這個這些的民眾 服茂公司的這些 幹部啦 民眾就是信眾們 員工們是非常誠心 在那邊求媽祖 希望媽祖保佑 而且在軟教過去之後 彷彿這個白沙臀媽祖 有聽到他們的呼喚 他們的誠心 結果呢 哎呦 就這樣子 就進到他們公司 而且進去 他進去還不是走大門 他從旁邊進去 還走載道 不擾民的方式 進到了服茂公司裡面 就是他們當時 進去的情況 奇怪 照理說應該走前面那個大路 沒有 他又繞到那個旁邊 那個小路裡面 看到就進到花圃旁邊的 這小道 小巷都這樣繞進去 所以呢 其實他的這個路線真的是 飄忽不定 家賬居無定所 所以呢 要跟著白沙臀媽祖 繞進 那真的是一個 非常辛苦 那你一定要有非常有毅力 然後你非常誠心 他才會跟著白沙臀 因為他真的 你都不知道他帶你去哪裡